早上好呀 最晚下了一晚上的雨 好 起床 去酒店里找他俩去 看一下昨天晚上停车的地方 珠海恒情 那边是恒情比较热闹的一片啊 我们住这片会很热闹 嗯估计这些都是来旅游的人 背着大包小包 在等你 滴滴 这个月态真的是冷清啊 底下的商铺全都空着 看一下我们的民宿 景观还是不错的 上面还有空中花园呢 但是咱就是说 这么大一个液态 就这么冷清吗 你看那边还有在盖的 看我们昨天洗了多少衣服 挂的满满的 我觉得这个液态搞得还可以啊 你看这个公寓里面装的都挺好的 应该都是统一装修的吧 就交房的标准 柜子 这柜子都是 到顶的你看 然后还带灯的 家具家电 我看很多澳门人住在这儿 门口停的全都是澳门车爬 冰箱西街 都是西门子的 全套西门子家电 所以说啊 这房子这么多 是吧 对吧 以后这些房子 你们说还值钱吗 看一下外面 像这样的液态 放眼望去 我们这是一座 那边 还有那边 那里 刘们醒了 刘们在看西游记 刘们爱上了西游记 嗯我们现在准备做个早饭吃一下啊 做个米饭 做个米饭 然后买的鱼干 嘴晚上就已经泡上了 难得有机会做个饭啊 自己做个饭吃一下 吃点 自己想吃的口味 这还是83版西游记吗 86版啊 86版 好香啊 好香啊 看一下这真的 真的米饭 啊 赶紧写的别看了 开饭了开饭了怎么样 味道不错吧 嗯 这个太好吃 嗯 吃米饭吧 嗯 我不吃带鱼这个 好 尝一下这个小海鱼 香煎 香煎 小海鱼 嗯 这个鱼太下饭了 美味 好了我们收拾完了 现在准备走了 好吧 你们说这里面有人办公吗 在这里面的人 是不是很多都是在办公的 但是也不能吧 昨天晚上外面停这么多车 白天车就少了 说明来这住的人多啊 澳门飞度 看这里非常多的澳门车 现在回房车收收拾 我们把所有洗的衣服 又搬回到房车上来了 收拾一下 然后我们准备去澳门了 今天逛吃澳门 给大家看一下珠海恒情岛的建设吧 2024年恒情已经封关了 但是上恒情岛还是很方便的 可以直接开车进去 目前实行的是抽查制 不会特别的麻烦 恒情的房价均价在4万多一个平方 可真是够贵的 就因为它紧挨着澳门 这个地方的房价这么高 但是街上却没有什么人 我们现在把车停在了 恒情口岸的地上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停一天是120 看一看 大家看一圈恒情 这边 非常繁华 我们昨天住的地方在恒情算偏的 对这边要繁华一点 但是人还是不多 这边口岸的地下停车场都是2米2 我们的车下不了 所以只能停在地上了 现在地库要便宜一点 1小时3块 恒情口岸这边的人要少很多 大部分的人还是从龚北过 现在去港澳地区还用换钱吗 直接支付宝微信就完了呗 还换钱干嘛 我们就不换了吧 走吧我们直接过 首付43万 买分请口岸 抽牌住宅 找个发财车坐一下 来澳门这边玩呢 交通基本上不花钱 有免费的发财车坐 科普一下什么是发财车 就是各大娱乐场来口岸接人的大巴车 你可以理解为你们社区 免费拉你们去超市购物的免费公交车 和那个是一个性质 澳门这边每个酒店都是一个度假村 里面包含酒店客房购物娱乐观光 当然了还有必不可少的娱乐场 每个度假村呢都会派发财车 来口岸免费接游客 比方说你想去普京 你就找去普京的发财车 你想去威尼斯人 你就找去威尼斯人的发财车 你想去银河你就去找去银河的发财车 以此类推啊 主流的那些大酒店都会有发财车的 你们是不是对怎么发财很感兴趣 视频的最后呢 我们也会带大家去了解了解具体怎么发财啊 我们选择了一辆去银河的发财车 因为我们准备先去澳门的观野街去吃美食 坐到澳门银河走过去比较近 看到这些澳门的建筑了吧 连木墙都是金色的 我记得我们当年过来的时候 感觉威尼斯人这栋建筑好大呀 我们今天来澳门主要是休闲一天 是吃澳门的美食 逛一逛街 单车变摩托的项目我们就不体验了啊 这个澳门的建筑都特别喜欢用金色的外立面 给我们把路带好啊 给我们把路带好 大通 这个车在澳门卖的挺好的 我都看到好多了 这是澳门的公园 好的我们来到了一条街 这边有一些美食啊 我们整案一个澳门美食 吃一吃 我天哪 什么情况 吃饭排队吗 吃饭排队 今天周日啊 今天周日 太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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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去芝加吧 走啊 走 我们去芝加 咖啡室 这家排队少一点啊 我们在这家吃吧 我们在这家吃吧 这儿 我们到这儿拼个桌拼个桌 坐这儿 坐这儿 坐海家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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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豆 妈妈这个是什么 红豆冰 红豆冰 正好吃 地附近好不好喝 挺多米酒 阿华天 一个热的一个凉的 还有你们茶 我们法西啊 你们茶喝凉的吗 嗯喝凉的 凉的凉的凉的 还有一个面是吧 嗯还有一个面 我先吃这个一会再吃点别的 猪扒包的面包非常好吃 刘萌萌的面来了 来澳门一定要吃一下这里的猪扒包 有些专门卖猪扒包的店 但是我们没去 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 随便找一家茶餐厅 也能吃到不错的猪扒包 我是比较喜欢吃这种茶餐厅的饭 咖喱饭呀猪扒饭呀 阿华田呀 港式奶茶呀这些 这边的店呢都特别小 来这种地方吃饭 是一定要和别人拼桌子的 不一会儿我们这一桌 已经做的满满当当的了 澳门这边的小店服务态度还是蛮好的 吃完了走吧 154啊 对 微信也可以吧 对对对 那就来微信吧 看那154澳门元换算完了之后就是137人民币 我的天哪 这边为啥排队这么多人 这家糯米茨生意这么好吗 雪糕 都是排队买雪糕的 就是说这张纸真的是用来擦嘴的吗 还是用来干嘛的 这个 这个纸非常的硬啊 啊 谁懂啊 这家的猪扒包 忘记咖啡 排队的人好多 一个猪扒包卖48 但是让我们排队那是不可能排队的 我觉得只要是在澳门 试一家猪扒包 都很不错 你们觉得呢 我们现在又回到酒店群这边 我们先来小逛一下威尼斯人 进来了 怎么样天蓝不蓝 这里面就不分昼夜了啊 不分昼夜 好 谢谢 哦 这肚子那么长啊 踩的高车 不可以接下来吧 来了澳门呢 当然要买点化妆品了 这边的化妆品比较便宜 误打误撞来到威尼斯人的车库 全都是当地车啊 我们在这里面迷路了 迷路了 从威尼斯人转到四季 现在转不出去 不知道怎么样到外面去 现在 就是每个酒店之间都有连郎啊 你看 就不用出来 从里面也能走 这边是伦敦人 伦敦人也可以从威尼斯人 直接这个天桥就过去了 就基本上可以坐到 不出户外 其实来澳门不用买这个漫游 或者买电话卡 为什么呢 每一个酒店里面都有公共免费的 WiFi 你要想上网了 你就进到室内一连 OK啦 网速非常快 三个牌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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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出来了 我感觉这边的酒店啊 进去就出不来 一个就是里面太大了 转不出来 二一个就是看到个店 就想进去逛一逛 时间就浪费掉 澳门的这些建筑真的太巨大了 一个二个都盖得非常之庞大 这是澳门的轨道交通 荡载码头 怎么做呀 不我们做一个玩一玩 两搭一小时三块四 十五澳门元 现在你会往左手边二号要看 左手边 二号 来了 它也是那种搬车 也是那种橡胶轮胎 只不过它被框在里面走 坐着坐着 beneficial 几 Phew 对 二零 都还没什么 对 刚才我们去了巴黎人的娱乐场逛了一圈 因为里面不能拍视频 所以我就来给大家描述一下里面的情景 娱乐场入口呢有保安 因为我当天戴着一个棒球帽 保安提示我帽子要反着戴 大家知道为什么进娱乐场不能戴帽子 或者帽子要反着戴吗 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来回答啊 进去之后呢就是各种牌桌 我对棋牌类的项目是一窍不通啊 我们就只能看看来这里面玩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工作人员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电影上看啊娱乐场里面的核官 就是发牌的人都是些美女 现实中呢一个美女都没有啊 全是年纪大的 中年女士或者中年男士 我们又看到一个美女 也有可能只是我这个娱乐场没有美女核官 其他娱乐场也许会有 娱乐场里面很大 差不多有上百个牌桌 在一个巨大的大厅里面 有点像宴会厅的感觉 当我抬头看向房顶的时候 我一下子偷皮发麻 房顶上密密麻麻全摄像头 每一个牌桌都有摄像头全方位的监控 刚才保安不让戴帽子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要让监控能看到你的眼神 防止你和别人配合作弊啊 娱乐场的牌桌呢有些会聚集很多人 有些空荡荡的 我们也去了一个围满人的牌桌 去看看热闹 在我想象中 这种场面应该是比较激烈的啊 牌桌上参与的人和围观的人的情绪 应该都会比较激动 会大喊大叫呀 或者拍桌子呀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那样的情景啊 大家还是比较淡定的 可能在牌桌上还是得装一下吧 我看牌桌上也有年轻的女士在玩啊 我们看到一个长得特别像郭美美的一个女士 真的特别像啊 我当时还问我老婆 我说你看他像不像郭美美 我老婆也说太像了 这里面除了男士在玩 女士也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啊 我们观察下来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祝各位老板们 去澳门玩的话 都能发财 好了回到家了 回到我们的小家 我们在这个口岸停了一天 停车费是68块 不到一天啊 我手机到了晚上 这个颜色也不好看 上高速的第一个服务区 我们还是喜欢住服务区 因为服务区的配套非常的全 而且还免费 停车还不收钱 今天我们在服务区好好地休息休息 逛累了 看一下我们的晚饭 晚饭是什么呢 我们早晨的米饭和这个鱼啊 还剩一点 我已经不喜欢吃了 嗯 然后还有各种的水果 还买了这个三明治啊什么的 好了我们的饭月好了 开动啊 吃完饭我们就歇息了 再见 拜拜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